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普国产化以后 故障率居高不下 品牌认知度和保持率挺差的 虽然欧兰德赶不上齐骏 还有丰田的RV4和CRV认知度那么高 但是诚意满满 它的2.0 2.4的发动机 CVT的变速器都很靠谱 耐久性毫无疑问 欧兰德是比吉普要好很多 所以二选一物推荐 欧兰德 老胡你好 我想买越达奇亚K3之亨互联版 10.58万起 去4F店看过 性价比较高 但是变速箱是山东派卧泰生产的 还是奇亚第一次使用此变速箱 传动却是用链条 而本田 丰田却是钢带传动 不知道可靠走 谢谢 首先说呢 中国的这些汽车零部件厂呢 现在已经向试镜水平看齐了 齐亚呢 作为一个韩国品牌 它在中国也生产 全球采购零部件 你说的这个生产厂家 它的这个变速箱啊 咱们自主品牌都用过 被证明为能用住啊 所以你不用担心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胡老师你好 吉利地豪 长安易动 吉利艾瑞泽武都要手动挡 到底选哪个好 哪个更省油 那就性更好呢 谢谢 这都是自主品牌的这个良心制作啊 车都不错啊 一定要分出个高下 我推荐这个吉利地豪吧 因为这个吉利的这个最近几年的上升势头非常的好啊 虽然这个艾瑞泽武可能配置比它更高一些 但是它的做工品质 我觉得我投递豪一票啊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呢 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个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